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晋贤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 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仁华 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 晋升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 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衔兼章的两位军官 向习近平敬礼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进贤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刘震丽 苗华 张生民 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 参加进贤仪式